原諭日行情到底還有沒有 今天透過任何的蛛絲馬跡 來帶您情境推演一下 首先最近大盤的月KD 即將進入80以上的高檔區了 要不要擔心呢 我們回顧在2020年當時 有一次也開始進入了80的高檔區 不僅如此 台北股市還創下歷史新高 觀眾老師我們請您上台來 先大膽研判一下 即將進入了 接下來又拿幾種可能性 我們大概勾勒一下 大盤用長線的指標 月KD剛來到80以上的時候 有四種情境 先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解讀 第一個就是說 在第一階段 處於高檔噸化 指數緩步推升 這個最好對不對 指數的月KD來到高檔區 不代表結束 雖然說我們2024年的第一週 就跌了要三四百點 但是也不見得就結束了 我們看一下 在這一段對不對 你看這一段 基本上它呈現一個高檔噸化 這是2017年之前 這個是80嗎 對80以上了 它呈現一個 有點糾結的這樣的味道 可是只說它是一個還漲 這是一路往上漲了 也好幾個月 大概有將近七八個月左右的一個時間點 我們再看這一段也是一樣 2020年之後 你看這一段 就是剛剛那一段 對 剛剛那一段 大概80以上對不對 你看漲了123456 漲了六根月K線 而且幅度大概從12000漲到18000 這叫做月KD進入80以上 然後它也沒有向上 持續向上 但也沒有持續往下 所以就叫做高檔噸化 對 高檔噸化 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情境 但是你要知道說 當找完這行情之後來講的話 真的萬一出現不對線的時候 你還是要留意 好不好 就是在我們第一階段的一個部分 好 那到了第二階段咧 這就不太對了 就是說你看 到了第二階段 開始往下了對不對 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往下了 那它也有可能 你看走出一個橫盤 它也沒跌啊 對 也沒有跌對不對 但是你看它就是開始往下 但是指數可能是高點浮現了 但指數也出現高檔整理 這是第二階段的一個情況 這一段來講的話 不好不壞 可能就是指數橫盤 個股表現 先跟你講可能性 我們等一下要告訴你說 現在到底可能屬於哪個階段 對 而且要注意什麼地方 第三來講的話 就是三階段的時候 正式修正了 開始對不對 開始有回檔了 這個正式你看 開口變大往下 這就是一個指數開始有一個短中期 至少是一個短中期的修正 越KD死亡交叉 而且開口變大 然後指數也下來了 這就是進入所謂的 短中期的趨勢向下的修正 對 沒有錯 那如果說持續往下 對不對 像這邊對不對 對 開口越來越大 持續往下走 然後幅度越來越陡 你看三根四差一點 三根四就是可能這個到中間 就開始又往上了 但是如果說他走一個持續往下 那代表說可能長時間走空 你可能要等到到真正落底的時候 再去做一個找買點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OK 好 現在屬於哪一種情境 好 那我們就來看大凡的K線 大概七八月左右對不對 這一段其實整個AI漲起來之後 事實上有一段的拉回 不是就是從一萬七拉回到一萬六左右 一萬七千五拉回到一萬六對不對 那最近這兩個月拉起來對不對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就要注意到 第一個前波的這個K線高點 不要實質跌破 換句話講的話 一月份的K線很重要 尤其在選前選後的部分 不要出現那種重挫 只要出現重挫來講的話 基本上很容易出現 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往下 OK 所以你說之前一月份的月線收很重要 前波的高點不要破 只要不要破 這高檔有機會鈍化下去 對 沒有錯 只要前高不破 前高一破你就知道說 你就算不以這個上影線 你以收盤價來看的話 也約略就是在大概一萬七 一萬七千五附近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其實蠻近的 重點就是說 不要出現一根中長黑往下 我覺得行情依然還是有可為的 好 如果行情大有可為的話 第一季的行情你會怎麼看 我們來勾勒一下 這個2024年 因為其實變數挺多的 對不對 這個台灣當然下禮拜選舉了 但是美國是年底 那中間會有段空中期 所以說我們這樣規劃 但是可能第一季 我認為還是有機會拉高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季會拉高在於說 聯組會預計Q1還是有降息的機會 雖然說昨天所公布的小飛農 比較這個差強人一點 然後聯組會有些鷹派的言論 但是你看他的一個三月降息機率 還是有將近60%以上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季來講的話 如果聯組會真的能夠在 三月份的會議裡面 提到有降息這個動作來講 華南台幣會強嘛 美元會弱台幣會強 所以說第一季建高點 可是重點在第二季 第二季來講的話 即將就進入很正式的淡季了 就不管你是前面的AI手機再會漲 這個AIPC再會漲對不對 你到了第二季 你總是會進入一個淡季吧 那當然這樣來講的話 股價會先修正 像聯發科最近開始修正了 像是紅季滑座也還是在說修正了 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它佔全值 所以說可能第一季建高之後 當然最差的情況是已經建高 但目前還要觀察一下 那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第二季來講的話 還是會整理 那到了下半年第三季第四季我認為 你就要注意到美國這種大選的一個機會了 因為傳統在美國這種大選的前後 實際上國際股市是不差的 我想我們之前有給大家看過這個資料 所以說我認為整個2020年來講的話 可能現在可能觀察一下 可能二三季或許又是另外一次好買點 是好 美元指數台幣的方向 對 就是重點 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第二項跟第三項是連在一起的 我覺得重點來講的話 如果這個接下來 你看到這個聯準會可能三月份降息 這個真的實現來講的話 那代表說前面的這個利息走升的循環正式結束 好 美元可能就會有壓力 對 台幣就有機會 那你是外資你就會 縱然你中間有買有賣對不對 你長期會往台幣走 來 給我一個白板 觀眾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第一季有機會拉高的話 大盤 然後Q1 第二季 然後第三季 以及第四季 然後這裡是目前的指數 大概17500 這個曲線 台股的曲線 你會怎麼畫 比較樂觀的 就是說我們前面講說 月KD沒有真的再重抽往下 然後我認為其實第一季來講的話 其實還有機會慢慢拉高 可能在三月份 有機會建一個短高點 然後後面會進入一個比較增亂的整理對不對 那下半年搭配Q3的位置 剛好就是在大概暑假前後的水平點 奧運喔 有奧運喔 奧運對不對 奧運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叫做歐洲冠軍杯 也是在五六月左右 所以說你看到為什麼今天 面板股拉起來對不對 所以說這段來講的話 我認為整個下半年 基本上應該不會太差 是 11月份美國總統大選來講的話 後面應該都還是OK的 所以我認為行期來講的話 比較危險的情況基本上像現在 現在來講的話 你要注意到指標面 有沒有出現真的轉壞的疑慮 那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認為在年後還OK 農曆年後 年後還OK對不對 到了三月份 真的降息的時候 見短線高點 了解 好 降息之後才會見到短線的高點 那過程當中 譬如說你剛剛講到了 來自於今年夏天很熱鬧喔 歐洲 然後還有我們的所謂的奧運等等 哪一些的題材可以琢磨 以電子鼓舞來講的話 我大概左塞右選 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就是很仔細的講說 到底哪些族群是這個位置不高 對不對 而且是產業落底 很難找了 因為你說連這個紅肌 華碩都長起來了對不對 那重點是今年度真的有需求的 我覺得在面板這個區塊 就真的蠻明顯 因為今年的在巴黎奧運 大概就七八月 歐洲冠軍備大概是五六月的時間點 大型運動賽事之前 LCTTV 他會創造一波需求 這個很明顯 就是說他會不會比那個賣球鞋的 賣衣服的還要來的明確 就是在 而且你看面板 面板股來講的話 基本上過去兩年 基本上是很低迷的 而且你說群創 有達去年 大概都虧兩塊錢左右 那今年大概 有機會持平或賺錢 那你就看這個報價有沒有起來 那在供給面來看也是一樣 過去兩年因為報價跌 所以說面板沒有什麼 個場新出來 沒有什麼新場 那當然這個今年有天馬 天馬一條8.6代線 它大概是在今年年底才會出來 就是說對整供給量是有限的 所以說現在來講的話 需求面我們覺得有機會 供給面沒有出來 價格就有機會上 價格就有機會出來 所以說面板股這邊 今天第一根啟動 我就會不會持續呢 可以盡在觀察 好操作面 等一下告訴你 就是雙低雙低一個面板 另外一個低潤怎麼看 低潤來說也是一樣 這個標準型的產品 大概也是跟面板一樣 過去兩年很差嘛 對不對 大概也都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新產 所以今天漲停買的利器電 它也是低潤相關的經驗代工 你說為什麼股價突然就拉起來了 我覺得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來講的話 AI PC跟AI手機 該漲的都漲過了 對不對 你說像AI PC裡面 紅季華碩 人寶 藍天嘛 對不對 然後AI手機裡面聯發科的晶片 我們過去也講過嘛 可是它都漲過了對不對 那PC跟手機的規格提升 會不會引爆低潤的需求上升 我覺得就是這個重點 所以說可能會推升記憶體往上 那再來就是說 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規格裡面 從DDR4轉到DDR5 它的滲透率應該會提升 所以說我認為在整個 記憶體這個區塊講的話 應該也是有機會 好雙低族群 今天先動起來了 昨天我們講完友達跟群創 今天要參加CES 動起來之後 來怎麼選股 先來看群創 群創你看現在15塊對不對 外資從去年12月以來買非常多 買了12萬5000張 今天好像也是買不少 然後重點是 股價禁止比 大概0.5到0.6而已 因為群創的這個 禁止大概是在23塊多 股價現在15塊 那如果你覺得 當這個產業已經不再虧錢了 對不對 那可能需求會往上 那股價禁止有這麼低 有沒有機會 兼具低檔跟產業回升 我覺得是有機會 今天外資賣超第二名 來群創 可是我們時間再長一點 今天這根帶量的紅黑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你看第一個 它第一個買點事實上在這個位置 對這邊大概是 突破頸線 突破頸線對不對 那這邊去做一個回測 對這邊再突破對不對 對那不就是買點浮現 那初步的壓力區在哪裡 我覺得壓力區當然你再縮小點來看 大概就是前波這個位置 頸線附近 但我認為可能快到 但是我覺得震一震來講的話 應該還是會往上 所以還會震一震 現在才要介入的話 你不用追 因為他遇到前壓力點會震對不對 你只能拉回 好 今天群創外資買超第二名 友達外資買超第三名 你為什麼沒有挑友達 友達的股價禁止比沒有那麼低 其實這兩個你說差不多 差不多 線型也很像 很像 只有友達群創是一組 那種彩晶是做小尺寸比較不一樣 但你找股價禁止比相對比較低的 好 來群創做代表 接下來瑞儀的提倡 那瑞儀來講的話就是這個背光板 那其實跟面板也是蠻同一個族群的 那重點是他的本益比不高啊 今天股價一三九對不對 去年的前三季大概賺十塊多 換句話講的話去年大概獲利 可能也在十三塊十四塊左右 你說本益比在十倍 而且就我們看K線好了 這個頭性對不對 股價他不算說位階很低 但是他其實就是一個震盪往上走的行情 那你看頭性一路再買對不對 從去年的八月以來一路再買 那你說說真的漲幅沒有很多 你看過去對不對 你看衝高之後對不對 你不要去追 他都會震震震震震震 你拉回再買 都會有到站讓你上車的時候 對 你說衝高之後再拉回再買 你說這邊要不要去賣 我覺得看你是短線長線嘛 如果說是做波段的 我倒覺得你就放了就可以 OK 這是瑞儀 好 瑞儀黨為什麼看好滑胖店 滑胖店來講就是一樣嘛 你看這個基本上法輪也在買對不對 那一樣我覺得記憶體來講的話 他的一個回升趨勢跟面板是蠻類似的 而且股價來講的話也不貴對不對 你說這一段市場拉起來對不對 他最近因為大盤又回撤 可是也來到這個長線低檔區啊 我覺得這邊來講的話 基本上去買滑胖店相關的股價 應該風險都有些 最近有沒有一些些肩頭反轉 現在當然月線還是守住的 滑胖店到底還有沒有 短線還有沒有多頭的波段 關鍵在哪裡 我覺得你逢低再買 他什麼時候發動不知道 我覺得這東西來講就是 基本上跟面板類似 什麼時候會正式發動很難說 因為他基本上面板跟低潤 他都是在一個景氣面 是在低位階 沒有什麼利多 你看去前面什麼利多 但是他股價來講的話也是在低位階 那逢低要怎麼樣 基本上你看他基本這個是 他的月線對不對 月線附近我覺得差不多 了解好那些也差不多這個價位 滑胖店接下來威剛 威剛就是模組 就所謂的一個買賣業 這個當景氣在網上的過程當中 先買後賣 他的獲利就隨便上高 反正他只要有低的庫存 就可以賺那個價差 所以我覺得股價來講的話 跟滑胖店的走勢蠻類似 但轉線來講的話是一個箱型 那你也不用急著去追 因為畢竟有震盪 那拉回量縮的時候 再去做介入 了解這威剛接下來歷程 那高階封測這個區塊 基本上外資也 法輪在買 那我認為也是受惠 在包含像AIPC A手機 可是短線又長高喔 長一段之後 你要等他正式去打個底部 可是你看到這邊 這個法輪來講的話 也不離不棄 所以我認為 衝高你不要追 等他真的一個主體 或是均線糾結之後 可以等一下再做介入 了解 謝謝冠州老師 請先回座了 把今年至少第一季 下半年變速很多 今年第一季 到底行情會如何 以及下半年如果有奧運 有歐洲杯 還有美國的總統選舉 到底這盤勢 這起伏會呈現什麼樣子的態勢 幫您摳勒出來 這些都是相對比較低基期 雙低組群操作策略 就給你做參考了 接下來兩段精彩故事 要告訴您 首先 美國股市跟我們一樣 2024年開春 四天跌了四天 而且去年漲最多的 今年跌得最凶 但是去年底還記不記得 華爾街一片的看好 在今年的美國股市 難道這個樂觀的劇本 接下來是想的太美嗎 說實一下 崇老師告訴您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您掌握全球最新訊息